除了在座的8000多名球迷支持香港聯賽選手隊之外 在家庭觀眾也相信一定會支持香港聯賽選手隊 他們開球時間只有幾十秒而已 不如我就去握電話給你負責講波了,好嗎? 歡迎大家到旺角球場 收看我們現場直播這場賀碎杯的決賽 由紅色衣服的港聯將會對丹麥 現在就開始比賽 未比賽之前就拍張全家福 雙方球員合照留念 講講剛才投場的貴軍爭奪戰 結果羅馬尼亞演一個十二碼佛球擊敗了美國隊 即是說今次的賀碎杯羅馬尼亞是貴軍 因而美國隊是第四名的 現在見到陳耀琴女士 和經理Taskman 贊助商的總裁和總經理韋世蓮先生和陳耀琴女士 是今天這場開球握手禮的嘉賓來的 紅衣的就是港聯隊 取其二頭 原本丹麥都是穿紅色衣服的 我記得年初一也是的 這場球也遷就主隊港聯 他們穿白色衣服 但是受到一些紅邊的 其實香港隊一向以往港聯 或者香港隊都是喜歡穿紅色的 丹麥隊的陣容打了出來 高智日龍門 跟著二號布欣 七號賀志 十七號列柏 三號迪夫李臣 十二號基斯電臣 十八號湯神 四號艾基倫 九號贊臣 五號費蘭迪斯 這個陣容跟年初一 他們出場的陣容完全一模一樣 沒有改變 港聯的陣容方面 就是一號麥禮 四號汶尼 六號顧錦輝 七號貝利 十五號吳振聰 十八號巴古沙 八號格拉咸 九號譚拔士 十號卡神 十四號張志德 以及二十號基寶 一個變動就是韋斐特 今天是費韋特退下火線 由卡神代替 球證就是伍嚴堅 他從丙祖開始做十八年球證 才做到國際球證 也是一個漫長的歲月 但是也好 終於做到國際球證 今天由他執法 兩個旁證分別是黃耀忠 和林德成 站在我們現場右邊的位置 就是黃耀忠 左邊的位置就是林德成 今天執法的球證 伍嚴堅 他穿的一套制服也非常特別 但是我們在年初見過 陳陰明也是穿的 韋哥也在這裡寫了紙 是不是學了米露天奴域 這些是領隊和教練 應該做的工作 古練團也在這裡 球賽就很快開始了 阿叔 我剛才問過 他的獎金坐底贏了三十萬 如果港聯贏了這個冠軍 坐底 希望港聯的球員 能夠分了這筆獎金 過肥年了 好了,開始比賽了 現在白衫的丹麥先開始 再給後面的隊長賀治 賀治一個高球掛在前面 好,跟著見到 這個5號的法蘭迪斯 直線位入對方的禁區 但是港聯的守門員 麥麗很鎮定 把這個球拉住 跟著拼出來小軌 給張智德帶他的高球掛在前面 看到格拉行頂球的時候 被對方撞撞 球證馬上吹發 前場是紅色三港聯的一個自由球 張智德在前場 準備帶港聯開這個帳球 過不了對方的頭 頂得下來 現在看到12號的基斯電神 拿著球 一踢到前面 跟著見到顧錦輝把球頂橫 張智德給他一個直線 但是也逃不過對方的隊長 這個何治 現在白衫的丹麥進攻不成 似乎現在開始比賽不久的時間 大家都似乎是亂亂的 還沒站穩 腳都不定 又是對方的隊長 何治拿著球 但是踢了卡臣腳下 現在卡臣右腳扯過來左手 一比給了巴古沙 巴古沙怎樣了 送後給阿聰 吳鎮聰比賽 一球彈到對方的四個艾基倫 幸好文尼在一個高球 先解回圍 現在追回頭 17號的烈泊 衝鋒之間 上海鬥比盧門 打得太高了 這個球抖出底線了 港聯迫得開球以後的第一個角球 看看怎樣了 基寶準備開這個角球 得到這個角球的時間 就是1分21秒的 會不會這麼快打開紀錄呢 希望是的 主隊的球迷當然希望 能夠快出去打開紀錄 好 批在後處 而17號的烈泊 再加多一頭 一扔 他就不管扔去哪裡了 總之解了為算數 原來這個球是界外球 由張志德扔進來 扔給誰 格拉罕2位 然後卡臣 有點不過頭 沒有吹罰到 再彈回後給貝尼 貝尼高球 應該不到了 2號勉強頂到布依 卡臣再去1拍 香港球 港聯的界外球 卡臣記得上一場 年初一 在下半場換進來 整隊港聯的中場活力 就強了 亦都因爲他加進來之後 港聯就追回平手 1比1 後來才有機會 兄弟就要塞十五馬 好了 4號就壓機團頂出來 哇 你不可以力 彈一彈 就是龍門量度一個位 原來五中龍門 頂 遺失了他 射球呢 是 法逆通的 這個貝利 彈彈地 看到龍門16號的高志 就是讓球出了界 可以求夢球了 重新來過 好 這個球文利頂到 加拉咸再用後腦筍批回後 基寶現在才到 你迫 一定要用作踢 好大風 球突然吹回頭 在那邊出界 成為港聯的街外球 這一輪開球的勢 鍾仔 港聯比較好 港聯在全場八千多名的觀眾 暫時仍然有絕對的優勢 看看貝尼貼著球是怎樣 一送一送一送給小鬼 兩位法逆通就習慣了 又大家傳來傳去 終於中間給另一個法逆通球員 加拉咸 但加拉咸轉身轉不到 轉球已經彈出來了 加拉咸大家記得 他今年的法逆通是射手 表現很出色 到目前為止 加拉咸這個龍門 我們在初一都見過他 好 球一擋在後面很頂盪 吳振聰就一扣扣回頭 聰是青年軍 是無聲上來的球員 無聲得很快 巴古山掌的球送前 但沒用 被賀志 這個丹麥隊的隊長 控制球下來 往往前面 再送上去 又是吳振聰一頭頂下來 這次就給了譚麥士 譚麥士 但這個球證嚴堅 譚麥士還有手抖抖的球 譚麥士來了香港 第五個球櫃入了超過100個入球 現在還在射手榜領前 有17球 這個球員射球能力很強 送上來又跌回到譚麥士 譚麥士把球扯了給張祝德 小鬼錯攻了 一直扔著球上 看一看旁邊 有貝利 他不給軟的 送到中間 哎呀 格拉咸剛剛漏過了球 我沒辦法貼到球 但中間解圍之下 就落了費達力神 費達力神立即傳後給艾基倫 這個球員挺有軟射腳頭的 不過這次在中場 他有波扯前就扯失了 小鬼推過了 容他看來壓壓過來 一彈彈過來 格拉咸空 那波控得很好 給後面的貝利 這幾個快逆東球員都很配合 貝利又是不想表描上來 但沒了 這個球一送上來 就看到林德成已經舉了一旗 就說這個月位 跌入月位陷阱就是卡神 卡神來香港 最初效力魚丸 上個季中就是來的 今年就轉會打星島 這個球員在中場控制球 控制得很好 沒錯 上一場球下半場跌入 他的表現相當好 因此這場球正選上陣 顧錦輝先頂出這個球 接著基寶頂回後 再由貝利頂頂前面 格拉咸給了譚密士 譚密士側向右手 機會跌在這裡 那裡可能滑一點 顧錦輝第一時間轉方向 轉過來吳振聰 用高波护去對方的後場 沒有意義 侯正說沒有意義 雖然打到聶柏 仍然是大隻佬的聶柏 聶柏拿回球 一撬就撬過來 Thomson先轉過去 左手邊先 不可以 再度比回後面 現在慢慢猜拆了 單密隊在後場 聶柏帶順了 一比比前面 沒事了 這個球文尼連球連腳拍 就反到卡神 卡神給了聰仔 聰仔直線看看 不行了 這個球就落了 多了頭 巴古沙沒有辦法 追回這個球 由對方的二號 布恩 是扔鋼開球 又是一扔扔 有球 六號的 這個廢達力神 拿到球在右邊 邊水那裡 斬到中間完全不見了 丹麥的攻擊球員 細鬼很鎮定 轉身追到邊水那裡 兜頭帶順 然後給了中間 給了貝利 現在貝利一直帶 帶順了 看他的地球 給格拉咸故意一漏 基本也是不回意 不回意之下 被對方的隊長賀治 把球推到後面 接著由四號的艾基 來斬斬就是好東西 按揮輕輕投球 側壓頂 把球扔橫 給小鬼 然後給貝利 現在貝利的直線給基寶 基寶拿好球 有沒有人 有 譚麥士立刻 一個直線 衛在前面 給基寶 但是對方七號的賀治 包了那些球 把手捕完 手捕完又不能用手 扶著用腳 上半場 現在這樣的方向 丹麥是壓風的 踢球球 直接吹出了底線 好 港聯 碧加的角球 看到這個角球有沒有機會 基寶準備開這個角球 界外球 來 旁邊走 旁邊走 中路 譚伯斯 這場球 就是羅馬利亞 直譚伯斯 投球 追成平手 最後12馬 淘汰了馬利亞 古沙 是 古錦芬應該頂到這個球 是 沒錯 貝利應該是張志德 那個方向比較空一點 基寶就在前面 譚伯斯縮後一點 比入中 人靈危險一點 你不錯 還給你 旁邊那邊 彈給你 再給吳俊松 再去的時間 這個球拿來腳一點 否則可以起到腳 港聯打了十分鐘 剛剛好 看看組織性 當然比年初一好很多 可能大家就是 老實說 來自不同的球隊 打過一場球 打過之後 當然純熟很多 吳俊松又來了 斜傳巴古沙 沒有人幫忙 巴古沙 原來有基寶來幫他 基寶推入中路 彈給他 加拉善第一時間彈給他 不錯 這個組織不錯 在禁推頂不錯 最後還能逼到一個 就是間外球 攻擊 要去接到一個 一會兒 你怎麼會 一會兒 說你怎麼會 一會兒 說你怎麼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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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嚴重的 好 看中場已經是大糟了 這個球落給列伯 列伯再彈彈上來 慢慢前面是菲蘭迪斯拿定 不過唐靖說球先出界 球是港聯球 菲蘭迪斯慢慢退回頭 釘進來 加拉咸 扣扣扣 這次後面的列伯把他撞下 球證吹拔 加拉咸也是走開的 自己埋中路 加拉咸這個球員 最初你見過的席就不太喜愛 但是你讓他拿好球 有機會這個球員很突出 我們在佩洛東看他 對東方那場的銀牌決賽 看到他的功夫了 守門員高子31歲了 年紀比較大一些 但是很緊張 這次貝利送來的那球平身落 那球轉出來 卡承頂前 這球再側上 加拉咸側上就沒有了 讓這個守門員高子慢慢走出來 加拉咸打到目前為止的表現不錯 他在前面亦都產生了自己 自己賺錢也可以 亦都替隊友製造攻勢 這次高子的球開得很大腳 回頭的顧鎮輝 然後再補一腳 沒錯 球很漂亮 剛剛倒下來中間落 又是加拉咸了 一旦反過來給丹麥士 丹麥士再反過來 就給卡承 卡承好東西 現在轉方向 扯給張志德 卡承真的好球 把球放進去空位 放得很漂亮 然後再給卡承 這個球沒以為 一路推下去 剛剛去到各邊位 一上 但是這個球送出來 就撞到回來的艾基倫 這個球艾基倫 還未出界 仍然是卡承拿回來 左擺右擺 之後給他回到基寶 基寶 但是看到貝利過來幫他 沒錯 給了貝利 一折下去 這個球卡承就不遺疑 卡承走出來 如果卡承在位置 或者轉步就快了 這個球貝利看到空位 但是卡承走不了 卡承怕越位 立刻扔出來 差一點點合作性 最後這球由貝利 折走到底線 客軍的一個球迷球 丹麥的守門員高智 高智 高智很審慎入擺 因為剛才球場上演 場地也是 踩了幾多洞 高智 看丹麥自己開這個球迷球 咬成牙筋掘 這個球 踩一掘出來 紋理不夠頂寒 對方十八個 湯姆神頂了過來 張智德一腳解圍 接著貝利波一腳 踩到前面 看譚拔士去殺 亦有一個 迪弗利亞 迪弗利臣 好身材 這個迪弗利臣 過了譚拔士 突然 高波踢前 小鬼頂不了 他從對方兩個 撞到最後 一輪比回後 看看這個五幕的 迪斯是怎樣 送過去左手邊 去不去呢 現在十二號的基斯電臣 有一個直線快 沒錯 沒錯 這個球的顧錦輝 包抄之下 一踢 雖然間 省倒到對方的身 但是最後 亦都困到顧錦輝 腳出底線 因此 球證嚴堅 就被客軍的 一個 角球 現在看到艾基倫 準備開角球 小心 很多高佬在這裏 但某個 現在十七號 拍裂 佈了六把線 最高是他的 全場二十二個球員 我相信最高是他的 趁艾基倫開這個球 你會否在中間下 中間下 我都頂不到 一把股沙過來 給對方的報音 我覺得很厲害 在及時補位 用左腳的球 送出去橫邊界外 這個球是出門外 要換過球 很多掌聲 為什麼呢 就說 因為這個球 直接踢在球場的範圍以外 出了街 即是說 在街邊 或者有些人撿了球 丟回一個新球 再開這個界外球 批到線路危險 遠處球員 再去艾基倫 跳起 就這樣彈 一定是沒有力 因為人離地 再看一次 批回後 有個短暫危險 出現 沒有人的 他跳起 因為張哲德 壓住他 在空中的時間 沒有地方的借力 所以艾基倫這個球 就不行了 聰仔給了卡神 卡神的位 根本還沒有正 球已經到了 很辛苦 巴古沙 拿一拿 也脫腳 最後後面 有個青道夫 賀志 但應該照看未出界 你頂進來就對了 就這樣了 益勢就是港聯 文尼不怕 腳長 撐回球 再給吳鎮聰 吳鎮聰 再彈給巴古沙 巴古沙得到位 轉到身 再推到中間 一個後端 給了就是 彈筆斯 彈筆斯再扣一扣 轉到右手邊 看看張哲德 能否拿到 跳起可以了 沒問題了 拿到 起背 遠處 跳起 但身材很大 身材很高大 壓住空中的位 壓住空中的位 你根本 撞不開他 輪到丹麥的攻勢 回到右手邊 這邊 十二號球員 基斯電神慢了一點 麥麗正式第一次碰球 打了十七分鐘 丹麥現在處於手勢 他們只取得一次的角球 雙春打多一會兒 當丹麥適應了 就是這個港聯 開頭那段時間的搶攻 他們中場都拿回一點點 貝利搶回 帶出來 叫基寶走開 不用你來幫 彈給彈筆斯 彈筆斯夾著球 兩個人走過來掃 當然最後失去了 這個轉方向過來這邊 吳振聰先到線 好球 彈筆直線向前 沒有人都是一件事 觀眾都有掌聲的 今天其實入場的球迷 大家都很期望 去年既然這個賀瑞波的冠軍 失落了 今年他們很希望再次拿回 因為港聯在這個賀瑞波 近這四年 一向的紀錄都很好 五個球員 就是菲蘭迪斯迫落底線 又被他落底線 出入中間 但是顧禁暉快一步 解圍 雖然被對方的球員 踢到一下 死腳都沒事 聶帕 走回後面 隊長 賀志 保護 找他的球員 找他 捕著用高球 這個球不震中 跳起 試不到球 但是他會把球踢回頭 卡神給巴古沙 巴古沙待站在中路 很厲害 行不行 踢過來這邊 巴古沙跳到盡 太高了 最終球都是被他批出來 是出界的 巴古沙肯定放在左邊中場的位置 一定不適合他本身的踢法 沒有辦法 這個位置上一場是費偉特打開的 下半場變了陣之後追回成平手 最後12馬贏了對手羅馬利亞 今天開球不想再變太多 所以只是換了卡神進來代替費偉特 上場本來有馬菲薩今天沒有踢 剛才犯規就是這位基斯電臣 後面有文尼 上場港聯的球員表現中 我比較欣賞文尼 後面有夠硬正 解圍也有表現一樣 那球下回來 看看湯神先高的球 接著被後球員貝利扭到 冷戰施射 一彈起來手門仍然接到 貝利這個球看著人鏡 那個球落他深刻紅 看著球也不等 那個球直接在腳面一扯 但是這個球落他深刻紅 看著球也不等 那個球直接在腳面一扯 但是這個球的手門已經盯到 輕輕地收回來 看看這邊 貴大力臣有機會 哎呀這個球怎麼回事 還入球 廣望旁正就沒事 沒有說以為 給這個機師電神說還未完 就是他一腳搞定了 1比0 1比0告訴大家 現在在場的觀眾沒有什麼反應 因為在港聯落後一球球 所以沒有很熱烈的掌聲 看這個球 為什麼這個港聯隊 要縮入中路那裡 證明中路那裡的位置 是失了位的 在這個上半場的20分鐘 丹麥隊是打開這個紀錄了 大家都想不到 會打開紀錄先 其實很突然的 忠仔這個球來得真的很突然 那邊正在攻擊 剛剛正在做貝利射球的慢動作 重播 突然轉來輸球 不過時間上早 還有很多時間追 巴古沙上華去的 這個大隻佬的 十七佬的獵克 一撞 把球撞到巴古沙的身 彈出橫邊 暴欣扔駕外球 現在扔駕外球 被忠仔炒禍了 再二前幾馬 布欣再度 替丹麥隊扔駕外球 上半場的20分鐘多些 紀錄是1比0 白衣的丹麥隊 首先打開紀錄 由他們的20號 12號的球員 基斯電神是整個這個球 好了 顧錦輝拿到球 不要玩 突然被人撞 幸好駕駛不努力 回來捉個球 逃到衝仔 衝仔給過來 趴神厲害 又撞橫的球 撞個小鬼的平衡 看小鬼拿不拿到 幸好他拿回 先撞橫的球 右邊有人 沒錯 給他貝利 沒錯 兩個撞來撞去 又被小鬼 小鬼又被他 不錯 這幾下短傳很漂亮 一比就給文尼 文尼第一時間 比前卡神 又不容易被人撞掉這個球 越位 越位 應該是越位 沒錯 鬥鬥前 看到費蘭迪斯 已經突出了 龐正也看得很清楚 是費蘭迪斯 是跌入越位 現在回頭 就是越位的 費蘭迪斯 好了 貝利拿到球 又撞回後 給張志德 張志德 整個直線球 越位 那邊的龐正也搖棄 分別有 譚拔士和格拉咸 兩個也是突出了 客軍後場得自由球 因為這個是譚拔士 和格拉咸越位 好 他們的青道夫兼隊長 賀志 擺盤 老路中環 這個賀志 包左包右 全部被他打散 在後面 這個自由球 跟著一斬斬在中間 文尼 龍頭一搖 搖出來 巴古沙一滴 高的球 格拉咸就夠拿 巴古沙不夠對方拿 最後被湯神 拿到衛衛禁區 麥麗出了 麥麗 麥麗 我看打完這場球 都走人了 聽說 回去的飛機票 只有這場獎金 你不要氣餒 一球球落後 大把時間追 麥麗方面 聽說 已經是 心目中有人選 接替他的位置 好了 這一位 就是蓮夫利臣 剛剛就是他的犯規 球在中場 是擺地 暫時落後 一球的港聯 由貝利 拆動這一個攻勢 這次由他去發板 這次也是向監獄 打過去 看看格拉咸頂到 被蓮夫利臣 是過來頂到的 接著 還要大腳解圍 後面 看到顧錦輝 抓住馬 頂了 沒錯 顧錦輝頂到 但是這個球散得不夠快 格拉咸和譚伐 還在慢慢踢出來 因此這個球 就是越位陷阱 譚伐 打到今天 剛才有一個 沒有頭脫弓的門 除此之外 就沒有什麼直接的攻勢 高智出來踢了 原來高智昨天 跟隊友練球的時候 就撞身眼角的 立即在場是聯針的 用軍衣 就不懂阿蘇那招 阿蘇的軍衣 預用軍衣的招 就不懂 阿蘇跟大家解釋過 初一的時候 好了 文尼這個球 頂出來的時候 再由團鎮中加一腳 把球送出去 這次的球就沒有出界了 沒有出界了 所以立即頂進來 湯姆陳 哇 這個球呢 湯姆陳轉身 想放個冷戰 但是麥麗站住 湯姆陳沒有用 這個球員 就23歲的 湯姆陳 中間又被這個 丹麥治回來了 下來 看看費達力神 如何不夠高 文尼高一些 頂完之後 顧鎮輝再加頭 文尼分橫 把球打去推環 但是張志達加 打球 已經出界了 那邊的防徵 林德成 指出界 所以那個球 現在立即扔出來 一掛過來 中間 哎呀 這個球好在後面 不震中 包到 糟了 被Domson拿到 立即轉過來 中間已經以為 因為看到 達了下來 巴古沙翻過來 很勤力 這個費蘭迪斯 已經奪了以為 不靜 這個球 我們看看 剛才那個球 這個費達力神 一扯一扯過來 巴古沙再把左手 還有一個球員 是跌了以為不靜 那球就擺定了 這位就是費達力神 在這個維保隊 效力這個維保隊 波力都開出來 巴古沙不夠跳 被這個 烈柏 撇下來 街外球 這位烈柏 是邦比隊的球員 曾經代表過 丹麥國家隊 青年隊四次 國家隊也有十六次 這個球員不錯 我們下午看烈柏 今晚看柏烈柏 今晚看柏烈 深多利亞 今晚對柏伊瑪 我們會人造衛星轉播 最後新聞之後 大家會看到 這場是好球 手球 何自無妄之災 這個球彈起來 既然球戰出現了 你怎麼調都沒用 很明顯大家看到 真的是手球 真是好手球 上碑 撞到球 沒得咬 是伸的 這個罰球有沒有機會 後面 機補慢了一點 4號 艾基麟拿回 卡臣先吃位 還未出界 吳振聰過來 這些就是大家 沒有默契之故 原本吳振聰 這個球解為 卡臣只要閃身過了就搞定 但是大家又撞過來 也可以說 吳振聰走開 卡臣將這個球 給龍門麥禮也可以 兩個做法都可以 但是呢 大家都沒有做到以上 其中一個 那麼當然呢 就產生一個後悔了 麥禮呢 就慢慢推了 那應該是他 是離開香港之前 最後在香港 球迷面前獻技的一場賽事 麥禮聽說 也是在很快速 都會離開香港 卡臣又搶這個球 接著巴古西又幫手 真是厲害 一個後章 彈回後給二號球員 就是布欣 布欣再送回去中場 丹麥自從打開了紀錄之後 真的 那對球呢 那些演出真是好一點 也都是不怕 港聯就在這個中全場 開始 開始攔截那種踢法 那麼現在再加上 現在就落後了 那麼主場的球迷 也都沒有怎樣特別 向這個港聯打氣 也都在這個氣勢方面 紅衣的港聯 也都是虧了一點 那麼現在就是 上半場打了27分鐘 1比0 丹麥就是憑著一個 很突然的突擊 而是領先的 好 那譚巴士今天很努力 也都是目標很大 因為上一場 對著羅馬尼亞 他們頂入了一級 好 6號就是費達力臣一了 沒有吹罰到 卡拉咸吃了個位 頂回給卡森 卡森鬥回去左邊 哎呀 鎮中也都不到 其實這個球不到不到也沒有問題 這個球根本是空中出了界 那麼記憶所及呢 卡森也都入選過香港代表隊 打敗洪杯 不過他就沒有出過場 兩個回合都沒有出過場 那這次在到入選 是說港聯打何飛球 上一場的下半場進來 這場球就正傳 基本到了 慢一步 廉虎力神打出來 卡神後面有鬼 真是被5號的菲蘭迪斯搶到 艾基倫推他 再按到中間 中間文黎好在夾著球 這些是腳場的好處 撐到球好在 否則被對方兩個麻 真的有機會面對龍門 射多一球都不頂 卡神 這個球過不了丹麥球員 但是他搶回 好 推向右手邊 按到中間 譚伯斯 左腳 左腳不是他最好的腳 巴拉咸再地球在中間 哎呀 機補不到 機補不到 這個球浪費了 唉 認真浪費了 這個組織真的敢打進去 因為譚伯斯第一 他沒有左腳 再轉到左手邊的 格拉姆也是沒有左腳 那他怎麼做呢 是用地球送到中間 現在被第二個球員Follow上了 那麼機補慢了 真是足足 有一步 是不可以追成平手 也都真是可惜的 這個角度再大一點 機補 如果快一步的話 真是掃把腳就行的了 是吧 那麼默契那方面 始終是差一點 其實格拉姆是左腳 撞到中路 很陰的 這個球 基本上不配應 我們記得貝利拿到球 轉身 把球扯回後一點 給了小鬼 撞到中間 又被這個大隻佬的獵魄 一頭撞出 不是想用手 出之故 趕快一個倒掛 先掛出來 又是大隻佬 又是這個獵魄 大腳勾過來這邊 被小鬼控下 那個球 撞到中間 給了文尼 又撞到貝利 這個球 幸好卡神努力 回來中的球 彈回後 給了聰仔 吳震聰拿定 又撞到 又失去了 這個球落了 烈卡 現在比前 這個艾基倫 單擋給了隊友 費達力神 再給了右邊 現在艾基倫 這個就是艾基倫 走到右手邊 想說去 似乎犯規 吳震聰就是犯規 旁證已經是 枝奇止落地了 似乎聰仔 犯規踢了對方 這個艾基倫 是一個自由球 看看慢鏡 吳震聰掃掉了 4號的艾基倫 因此是吹佛 現在看到 就是基斯電神 走過來這裡 準備主踢這個佛球 麥麗很緊張 喊生生 喊自己的隊友 一個跟一個 看誰主踢 原來艾基倫才直爭的 有一盾 走過來散到人 彈了出來 基波頂 頂高這個球 然後對方 9號的贊神又頂 雲戰之中 不要了 解了維斯伯 現在踢過對方的後場 完全未見有 港聯的攻擊球員 因此他的清道夫 賀志 很輕易地 把球 用頭點回來 禁區裡面 他手援完高智 立即開出來 卡神一頭頂他 格拉咸 好厲害 格拉咸拿到這個球 好 給過來右手 給小鬼 小鬼在右邊 帶順了好腳 腳 吸回來中間 換左腳斬 一斬斬過來 越高大的列泊 一頭頂出這個球 高波似乎 不太受用 對方幾個鐘路 手撞得很高 大頭 相當好的 巴古沙怎樣 頂不到 布欣拿到那個球 一推過巴古沙 一路帶 右手邊有人 他不去 幸好有衝擊 及時又扣了 把球扣停了 給了卡神的腳 卡神一個直線 接著格拉咸 扣過來 基本上不回應 和文尼先拿回球 叫後來小鬼 看小鬼如何 打到現在為止 發覺港聯進攻 多數都偏重於小鬼 右手 右路的出擊助攻 巴古沙左邊 下不了底線 可能不是 他這個位置 不太習慣 不一定 因此左路 就變得沒有什麼 多大的側擊力 這位球員 2號的布欣 位置的直線 哇 這個布欣飛 又有少許黃魚 在後面 差點計算下去 在後面 整個費達力神 就推倒了 球證又出發 差不多剛才 這個布欣聰 犯規的位置一樣 對 那麼費達力神 就沒什麼事 扔回來 聖著夠年輕 這位球員 22歲而已 那球就擺定了 艾基倫就發板 麥麗就很緊張 眼睛睛睹到緊 看看艾基倫的球 把球扯到中間 會發生什麼事 那球很高 文尼移動 不夠頂 但我頂過來 浪在網頂 網底後面進 那這個球一邊移動 文尼一邊移動 不夠頂 那球太過 我們還有一個慢鏡 看看 這球是很高的 一邊扯到這個 近底線 那有球員 跳起頂高 但是麥麗看著 那球是浪在網頂 扣不扣 麥麗也不錯 加上有順風之離 那球可以開到中間 但是又被這個烈泊頂下來 中間呢 貝利不夠頂 不過那球下回到基波 撞回給貝利 但是再撞回 丹麥隊球員的身 又被這個 艾基倫 把那球扯到細軌那邊 但是細軌很厲害 頭鎚頂到 不過之前 這個費蘭迪斯 就走過來 現在盈哥就看到這位 根本就出術了 推至細軌 所以球證也是立即吹罰 細軌今天在右腦 打得很好 助攻 助攻又有力 手方面也很清晰 這個球員差不多三十四歲 三十四、三十五歲 好了 中間下來 看見Thompson 還給了艾基倫 仍然在中間扣 Thompson 一個地球 但是沒有人拿到那個球 不過 暫時 在機師電神 仍然保持著那個球 先 擺過了 好 吳振聰 再過一個 過了貝利 有機會起腳 但是細軌過來吃他一下 吃了那個球餅 但是那個球就放下去 但是一轉的時候 慢一點 巴古沙仍然拿回 單對單 推下去 看看他有什麼板褲 沒有辦法 就把中間推到中間 巴古沙 這個球好 貝利一旦彈在後面 仍然有細軌 細軌就放下去 仍然是貝利 貝利細軌 譚密斯就在右邊 走了下去 拉空的位置 但是細軌可能送到中間 沒錯 機步不夠頂 被後面的烈泊撞出來 香港隊似乎都是 側重在右手邊 釣某 暫時沒有什麼破門板斧 今次顧音輝蔽 球槌批皮 沒有說拿到球 被艾基倫推過來 三打三 中間艾基倫仍然擺著那個球 面對貝利起腳射 這個球起腳射的時候 彈彈到 麥麗不輸 伏球也不輸 立刻衝出來 蓋住 這個艾基倫說過 他的射門玉是很強的 這個球員 也是奧運隊的成員 巴塞羅奧運 他代表過丹麥上陣 是一個很有前度的球員 艾基倫在年初一有個球 射得很漂亮 但是被美國隊的龍門 廢度救出 射球的時間在下半場 如果年初一有看過 那場我們直播賽事的球員 可能有些印象 這次的球員 貝利 交給後面文尼 文尼刮過頭 似乎沒有越位 不過沒有用 那球就落地 向前飆了 那再提提 這兩天香港都下雨 那旺角場由雨 下了一點雨 所以令到球場軟了很多 所以雙方的技術方面 發揮會舒服一點 會全面一點 好像今天第一場 貴軍的爭奪節 美國對羅馬利亞 就是一場 是很高水準的賽事 這個球 張智德給了進去 基本上都是一個 差不多一軟球 這樣就馬上被丹麥隊獲回來 艾基倫 傳給隊友 18號 好,湯神 湯神的速度 想壓過清道夫的顧錦輝 看看球證如何 球證給球門球 即是白衣的湯神 就是最後碰球比賽的球員 現在開始聽到 有些球迷打氣了 我看到馬菲斯走出來 似乎是換人 不知道會不會 開場的時候 有些球迷 基本上會表現麻麻 已經有些傳說換機寶的聲音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換機寶 這次 現在馬菲斯 要熱身 馬菲斯熱身 遞了紙 巴古沙 我看到他遞了牌 應該換18號的巴古沙 我也看到了 我們先看看比賽 有死球就會換 好,拿著球 張智德得住 5號就是費蘭迪斯 跟他在左邊的底線鬥發 給貝利快一步 文尼再彈給貝利 都是比較夾的 始終都幾個法力通的球員 尼夫力晨 這個球員真的拿了高空球 在丹麥的後防那裡 文尼失了位了 幸好 這球是2比0 沒有了 一定是2比0 搞占 這個球其實是龍門 麥麗已經盡了很大的責任 把這個球擋了出來 可惜那邊的張智德也回防不到 看看這個球 兩個球都是中路的問題 這個球也是出現一個單對單的情況 好,射完那個球 其實這個球應該很 很有機會第一腳射進去 到第二腳的丹麥球員追進去的時候 你看看 輕鬆到他可以帶4、5馬 才送入這個空門 射球第一個就是6號的 就是費達力神 跟著保重的球員 看看原來就是費蘭迪斯 2比0 時間是上半場的38分鐘 好,看來港聯這場球 麻煩了 趁著剛才那個入球 港聯隊也換了馬斐士進來 是不是換了巴古沙呢 沒錯,巴古沙真的換了出來 相信港聯要追回兩球 不是說沒有可能的 難度很高 二號的是貝欣再度出擊 這個球應該他會拿過球 因為貝利碰到球 就是韓傳 有一個 然後在打球 下落下兩球球的港聯 這間球局 現在打了上半場 打到38分鐘而已 白色衣服的丹麥 想不到在上半場 現在這個時候 已經有兩球球在手了 慢慢來 他要打球 那個球員起起 雖然有兩球球在手 當然是不急的 看見12號的機師翔晨 就走過來右面,打球 讓他打球 上去,來,來 左腳,軟柱的變落 完全頸不到,基寶走去追 基寶回到自己的後防的位置 去追,一踢就散了人 還未出界 接著看到這個就是… 高波掛上去,幸好文尼 能夠右腳勾出來 現在細鬼拿好球 給了馬菲士,馬菲士上陣 現在有球踢了 先叫過來右手邊 卡臣彈回到中間,細鬼,細鬼漏油 這個球流到對方的腳下 又被對方的四號艾基倫送到左手邊 帶了一程 這場場很厲害 最後的一下子就是基斯電神 被塞了球 好,落到卡臣的腳下 港年的卡臣現在帶了一程 扣過來,馬菲士 馬菲士控過球 和分球都相當漂亮 這個球員 看看能否憑著他的努力 能夠踢港聯 是追成停手 落在兩球球 彭麥士 給他右手邊 背離右路底線 基本故意漏 但是中間沒有人到 基普是故意漏的 這個球中間沒有人到 哎呀,好厲害 馬菲士頂頂他前面 彭麥士心口 浪浪低的球 沒用 打得亂 最後高大的聶柏 先打了圍線 落了下去 艾基倫 艾基倫一比 接著跟鎮聰 頭槌頂回給格拉 來格拉走 先打打球 再打了 後卡承 左手吳震聰 又打不打 沒有人打 只打打回來後 馬菲士頂頂 轉到這邊 重新再來 貝利 攻右鍵 小鬼張志 好 小鬼前授 把頭頂過來 看看哪個頂 又是高大的 蓮夫利臣頂出了 吳振聰拼一頭 又是蓮夫利臣頂橫這個球 不讓他出界 接著想說不給也不行了 費達力臣又一腳一咬 就突然中這個球 咬到橫邊 是界外球來的 上半場41分鐘有多了 2比0 白色三紅肩球的丹麥 是兩球球在手 現在看到丹麥的領隊尼露臣 尼露臣指揮自己的球員 卡臣前方向 扯回很後 世鬼很厲害 右腳的外側先打停了球 接著突過來這邊的顧錦輝 顧錦輝不要扭那麼多 被人 突然被人勾跌了 幸好剩下一個就是佛球 最後被對方勾跌 看看顧錦輝這個球一咬 接著來勾跌 他的這個就是費達力臣 球證吹佛了 好 好 轉轉這個球 來個… 這些射門對於 柏君的手持員高戰的威脅 並不太大 很輕易沒收了 接著乘出來 寶欣一到中間 文尼頂出 背離現在中圈 拿到腳炮 扯過來左邊 看看格拉走得怎樣 不夠人快了 丹麥的守門員高智快一步 抱了這個球 然後滾出來 滾出來給了柏烈 列柏 列柏把中間 再由艾基倫高波 但布丹輝頂了一個球 過來中路 又欺負了對方 阿蘭迪斯 不要輸多顆 阿蘭迪斯送來中間 給6號的費達力神 右腳一按機會 輸多顆 而且似乎有問題 今天港聯的防守 似乎在中路出現很大的漏洞 幸好對方是韃喬 這個球如果不是韃喬 輸多一顆就慘了 繞過來 最後由費達力神 右腳一射韃喬 出了龍門旁邊 現在已經是上半場的42分鐘 2比0 克君丹麥兩球球 剛才阿蘇說的問題 就是港聯的中路 今天防守非常鬆散 其實我看看 其實有個問題 很多時候我都覺得 顧錦輝撲了出去 而清道夫變成了 由文尼去做 其實這個安排 偶然出現一次就無所謂 但經常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就糟了 一定有問題 兩個球都在這個情況之下 在後面沒有人包抄 而導致港聯輸球 如果剛才那個球 再出現多一次的話 即是三球球 都跟以上 在這個缺點有關係 上半場還有 一分鐘左右 會打完 應該就不會說補很長時間 十二號 基斯電臣追到落底線 一下子 叫阿加文尼先 文尼去了那裡 中路就沒有什麼人了 麥麗最後要迫著用腳 好幸好這個球是球夢球的 丹麥就已經是 在上半場有兩個入球 照計來說 賽前一致被看好的港聯 這場的贏球機會 已經減到 我想只有 一成或者兩成左右 現在機會就應該很微 因為我們的 預測其實就是 根據初一兩隊的表現 我覺得丹麥贏這個 美國也是憑十二馬 現在表現不是說 真的好得那麼膠關 相反港聯的演出 也都是令人滿意的 因此作出上述的推斷 但是今天 反而反而轉 丹麥雖然大部分時間被攻 但是攻勢就很有效 好 看看這個球如何 基普快橫有機會 還沒起腳 再加上後面 馬飛善這個球 再轉 格拉咸再轉 已經被蓮夫利神 拿到了 再一個長線 鬆手來 這次就很厲害 文尼回頭頂 頂下去 給張智德 張智德貝利 旁邊有馬飛善 他看一看 現在還沒交出 就是給張智德 張智德 又是推不到球 看看後面 還是要回到後面 給麥麗了 上半場已經是 夠四、五分鐘 看看領隊席這邊 虎連拳站在那位 坐到大眼鏡 王文偉兩個教練 就皺了眉頭 究竟怎樣可以 扁扁打滑下半場 拿回攻勢 這個時候 球證剛剛 吳艷堅 吹這個長雞原場 換句話 上半場打了四十分鐘 有多一點 連保持十幾秒 這個賽事 上半場是2比0 大家 看到兩個入球 其實我們剛才 都說過了 都在港聯 後防方面 是有漏洞的 古廉拳 現在是 站在那裡 看看 打下去十幾分鐘 有沒有轉機 沒有轉機 我看怕又要換那一件 換那一件 要搏一搏 麥麗開出生的球 出來 逗得找球 譚密士又找不到這個球 文尼幾乎堵到對方 但沒意 大家都沒意 最後留在後面 張智德 張智德掃過來 左手扁平 吳鎮 把球給卡智德 第一時間 撥回來給阿衝 阿衝回傳 撥到了馬菲士 馬菲士在上半場 就是進去 白馬菲士 馬菲士整個長傳球 黑軍的九號球員 贊神頂橫了 最後出界 卡智德 急急腳跑去 黑軍隊長 謙青道夫 賀智 打得非常之好 在後面 一個 包抄 殺了 吳鎮 中鞠躯的前場 替港聯 盾加愛球 第一膽,加拿鹹給吳振聰 第一時間斬入禁區,又比高大的 這個蓮巴頂出,頂出沒有遠 光頭佬馬斐士,你的腳試射 但也是射高了 再看看慢鏡,頂出沒有遠 光頭佬馬斐士第一時間 魔理想說蓋上去,可以炒到很高很高 馬斐士射高了 這個球是馬斐士 客軍的守門員,高智開球門球 左棍來的,挺好腳力 一開始開過來這邊,文尼又拱又盛 總之頂出這個球就算了 貝利回來,撞掉了這個球 越位,幸好越位 這個球是送到右邊 剛剛由基斯斷神送到右邊 很可惜,客軍這次的射門就是為在先 麥麗 港聯的守門員麥麥 麥麥自己走出禁區 這球不用了,衝仔,走前一點 快點散衝,散衝局 散衝局要上去多少 麥麥左腳挺夠力的 左右腳一踢,這個球員 好,踢過去前場 格拉咸 深刻一浪,把球給馬斐士 頂高了格拉咸,兩個隔腳 最後馬斐士拿回這個球 兜個大圈 叫過來吳振聰 吳振聰 給他前面,譚拔士去撒 慢了一步 一散,這個17类的獵拍一散 散到就是譚拔士的背脊彈出底線 客軍球不夠了 下半場打了4分鐘多一點 仍然是上半場的紀錄是2比0 丹麥領先兩個球 譚麥士剛才的球都拼得盡 沒有辦法組織到攻勢 高治很小心 說他小心另一個情況 根本是慢慢來的 這些時候 如果輸的球 會不會這樣慢慢 又挖地,又擺球 轉一下轉一下 慢慢踢 現在贏了球 有理沒有理 先節省一下時間 腳踏不錯的高治 那個球剛好 剛剛對方的忠遠駱 顧金輝升過來頂 又不幸了 打回球員 接著射的球 軟射的機師電神 這個軟射冷戰 很重要 麥麗整個趴得圓寶 看看這個球 機師來看一看 看見麥麗這麼軟 當著他離滿 成四十馬 麥麗如果站出兩步 這個球就收工 被人收檔 幸好麥麗剛好 不是站得太出 仍然雙手一趴 把球打得辛苦一點 一趴就趴了出去 麥麗差點老貓宣訴 雖然這場球 他失去了兩球 但兩球也不關他事的 我們從龍門後面的魚眼鏡 給大家看看 這個香港的港聯報防 如何 現在送來有人頂 這個球頂高了 這個球頂高了 有激無險 這位是走上來頂球的球員 基寶這些全部都回房 立即現在又關上去 剛才上來頂球 18-6的Thomson 先放下球 又到麥麗 當然麥麗不會慢慢來 因為現在自己是輸球 腳踏如何 一般 剛剛到中圈線 被基斯電臣拿到 再護傳送給基斯電臣 但是沒用了 顧錦輝回來解圍 基寶能頂球 但頂球一下頂球 幸好落回背離腳 背離一擺 之後被後面的小鬼 小鬼側上去 看看譚弗治頂不頂到 頂不到 被賀治頂到 不過不要緊 落回到格拉咸 格拉咸再回送 也給了格拉咸一球 這次卡神也給了格拉咸 側買帽 又給了格拉咸 把球頂出來 接著見到這個費蘭迪斯 一轉轉後 那就沒有了 這個球 我對他很有信心 輕輕的打開球 要用頭 沒錯 加頭就把球頂給麥麗 否則他用腳 麥麗就沒辦法 把球接著 這次大腳 這次不錯了 對方的中場先下 下的時候 又被蓮呼利神頂下來 然後中間慢慢來 太慢反了 艾基倫 一轉轉令身 但是中場來 把球撞出去 成為界外球而已 吳振聰今天 鎮守左路 其實表現不錯 上半場 港聯隊方面 中間又有流動 兩邊其實很少位 給到這個 丹麥隊進攻 這次一側側過來 但留不到 幸好仍然 譚麥斯拿回 看一看 後面就是基寶 基寶不拿 給世鬼拿 世鬼拆一拆一拆 再把直線折過去 譚麥斯空定 但是沒用了 機師電神再拿 接著 列魄加腳 送關下來 給到這個 輝達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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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單面對 文尼文尼的狗腳長 但是他一送送給我 想說給機師電神 不過機師電神這個球 就球快人 慢走不了 那機師電神 我想這一場球 最令球迷留下深刻印象 就是他剛才射的那個球 現在這位就是輝達力臣 輝達力臣 在左腦也是 策動不少攻勢 麥禮球就擺定了 也都是 今次死球 麥禮多數輕 這個球滾出來 是踢的 要踢三球的時候 這個球去到 大家頂不到 給蓮呼利臣 厲害 可以有後眼的 頂到後面的列魄 列魄很高 三樓那麼高 掉下來 文尼文尼文尼 仍然頂到 這次看看怎樣 阿聰夠腳 夠腳長夠快 列魄 但是仍然被列魄頂到 給了布欣 布欣給了列魄 一扣定 自己帶上去 沒事沒有犯規 這個球就被馬菲士拿到 馬菲士給了短的 給了貝利 貝利看一看小鬼 在他旁邊 馬菲士到了 那馬菲士幫不了他 因為那個球被人枯死了 就給了貝利 貝利側進去中間 看看譚麥士頂不頂 這個球 這個蓮呼利臣 好像有點動作 不過這個球證 吳燕堅就說沒事 這個球是整個格拉咸 就向上去 好像被他打了獎 我們從他慢鏡看一看 一旦向上來 這個球可能大家都去 這些球球球 球證不給也對 那如果一個位置比 再看看 肯定是進了禁區了 肯定是十二馬的 哇 鏡頭很快 再到那邊 說了龍門那邊 哇 丹麥有一次機會 可以進球 幸好這次的石門 被麥麗擋出了 我記得上半場 也試過這樣的情況 就是我們做著 在一個背利的石門 的慢動作 那時候 那邊已經出現了 一個丹麥的入球 好了 這段時間 就是港聯再換球員進來了 廢位突然入替了 基寶就被換出了 在下半場的九分鐘 但是現在港聯要防守一個角球 過了 銀拔是回來頂出 現在波羅在格拉銀腳下 跳過了 打了一圈 不要緊 起來再來過 進去中間馬菲時 按過左邊 霍偉特第一次碰球 好 貝利已經在中間的位 不過沒有了一個高度 沒有了一個高度 是 頭鎚 輸了給三號的利夫 利臣 不同現在頂開球 這個 文尼贏了頭鎚 剛剛過頭給貝利 貝利又不去 還給後 還給馬菲時 好 這次可以斬個漂亮的球 彈拔射 彈給馬菲時 用左腳 彈起的高度 不適合他出腳 馬菲時在極致 我們記憶所及 也有很多次 中距離的射門 他都射得不錯 這個球很明顯 他踏上去 已經彈高了 他才起腳 所以就按不下 這個球仍然在上升的時間 他就起腳去蓋這個球 這個球半球 過半場 快威特頂不到 後面阿聰頂高 頂到五個球員 在費蘭迪斯那裡 阿聰現在 王鎮忠搶回 給馬菲時 馬菲時 斬過前面 格拉咸的速度 就慢一點 慢了一點 不過這個球 最後的間外球 都是屬於紅三球的 怎麼樣 要他做什麼 要他做好那條單車褲 因為現在規矩是有規定的 有,因為規定他這條單車褲 原則上只可以穿同色 和波褲同色 如果不同色 有些球只是隻口一隻眼閉 有些就像厭堅一樣 撿到正 要你拉上去 但拉一拉沒有 他只會掉下來 即是說他的高度 就不可以長過 你本身穿短褲的長度 好 這個球是怎樣 是罰球 是嗎 仁仁堅又給了罰球 港聯 那譚拔市 給三號的廉夫利神 就是在後面 按住 然後用左腳撩 罰球都有些機會 第一場的賽事 港聯之所以迫和 都是罰球的 譚拔市 能不能頂到 能頂到 譚拔市能頂到 不要說他頂不到 他頂到的球 頂高了 過程又和第一場 他們贏羅米利亞的球 有些不同 那個罰球 斬去遠處 又文尼再撞到中間 而譚拔市又再頂到 這次譚拔市又直接攻門 好這個球 做得好 再去 可惜這個射門 也是沒甚麼用的 攻門的就是機師電神 地科 沒甚麼力 時間有三十二分鐘 下半場 希望能在一段時間裏 追回一球 他士氣又不同 快畏達 行 這個位置 他出球 我覺得很有信心 不過問題現在是 打馬球 一個人來包抄 好球 這個球 卡神射得漂亮 卡神漏給馬菲士 亦都可以 不過他自己射得不錯 算是 這樣 好 這次又是文尼斬過去 卡拉咸也被對方壓住 頂不到出來 貝比特 給後比聰仔 斬得漂亮 就行了 這個球不漂亮 威脅不到 卡拉咸得住 得住 得住好 既然拿不到高球 得住 對方要頂出底線 那國球 國球即是說 港聯又有機會了 吳真宗剛才斬的球 也都是 斬得比較差 高而不遠 沒有目標 文尼上去了 貝比特雷也是 猛做假動作 始終不夠 是丹麥那些高大的 防守球員頂 張志德 原地跳 頂回頭 沒有越位的 好了 這個球是塔塔地球 給回後比龍門 那怎麼樣 當然要踢了 真的很大問題 好 貝利 斗快去 布拉咸 再給格拉咸 有機會 這球就行了 哎呀 這個球就是格拉咸 根本見到龍門 高治出來 他都知道 心想不妙 這些球很難 就是入球的 一彈的時候 基本上 他已經是收腳的 因為知道 高治一定會快過他 而不是他不去的 大家威防再跟另一個角度看看 這個組織不錯的 由格拉咸 鬥給譚伯士 譚伯士第一時間 空中一彈給他 攻勢比上半場好 現在是港聯 或者也有一個原因 就是丹麥見到有兩球球在手 所以也是打法比較消極少少 都縮後少少打 好 吳震聰先拿到球 急急前面有人 一斬斬給譚伯士 貪到盡 又左腳 拿到彈 被人回來 撩脫了 把這個球給格拉咸 格拉咸跟對方 鬥爭 身位都失去了 這個湯神都很大隻 最後 給了過來這個 十二號 基斯電神 基斯電神扯骨 撩過來 坦克克拉根 正有 changer 打手 保存了 這是抓到 好 馬菲士曹巴特 比過來這邊的貝利 現在貝利看到了 下一站斬中間 出 三條圓出 這個三條圓好衣服 丹麥這個三條圓 剛才又是出的時間很好 就是撿了格拉涵的腳下球 現在又出來抱著 這個球如果出慢一點不行 貝利一斬 他立刻出了 譚拔士未到之前 他立刻出來抱了球 抱得很聰明 好 繼續比賽 吳振聰又在後場拿到球 一斬斬過來 隔了一頂一頂 前面沒有人接應 客軍的清道夫賀治 踢了兩跳 跟著再來一個大腳 就踩過來 充仔又頂回面後 但落了在湯神腳下 現在湯神的樣子 再給隊長清道夫賀治 賀治扯過來左手邊的贊臣 現在贊臣又給人賀治 賀治鼓上來前場 哇 帶了十幾馬 跟著再給邊瑞 這個是九號的贊臣 贊臣拿球的時候 小鬼賀治和他一拍 球還撞到贊臣又出界 變成張智德扔掉外頭 不管了 一扔給貝尼貝尼 給譚瑪士 左腳撕掉下來 給人 沒錯 用左腳給左手邊的費偉特 費偉特 我們好男孩 主持低軟 一斤 我一向 打賀治 �佛 這個 少了 給他 有 這輩子 帶了 風 自己防守的位置 下半場的17分鐘左右 還有上半場紀錄 鑽客白衣服的丹麥 兩球球2-0領先 麥麗 不是這個黑冰手 不是麥麗是高智 高智先坐一坐腳踏 然後再用左腳大腳開出來 顧錦輝撐到了 一撐到了 接著隔壁走一踩一跳 厲害 踩下球 不可以給馬菲茲 折過來右手邊 先給卡神 現在卡神對方過來 哇 這個大隻佬真厲害 這個十八六的湯神 躺了個球過去 麥麗又不敢給龍門 給龍門不見了 唯有得頭帝 有人了 厲害 手底聽好人 就馬上上球 叫了顧錦輝 現在給了馬菲茲 馬菲茲又扯到左手邊的吳振聰 這幾下的短傳傳得相當之美 最後麥麗安全第一 給手末完 這個球就不能夠用手用腳 哎呀 聰仔解圍又扯了 糟了 扯了到費蘭迪斯 現在費蘭迪斯給了右手邊 好了 斬過來中間 撈倒是否能夠轉身 幸好 馬菲茲拿回這個球 給了譚茲士 現在譚茲士看到費蘭迪特 按上來他立刻給費蘭迪特 不要彈那麼多 費蘭迪特 跳得太多 拖慢了攻勢 你看看 很久很久都不肯放球給隊友 好了 現在放過來中間 不行了 又被蓮夫利臣 頂一頂 跟著殺出重圍 給了個球 費蘭迪斯 好 給回蓮夫利臣 蓮夫利臣 幸好是卡神 好厲害 卡神夠努力了 回來一逼 逼回蓮夫利臣的腳下球 給了聰仔 聰仔藍 放過來中間 很好努力的 卡神這場球 這球又踢得很瀟灑 腳內套 拆了過來 給了個小鬼 攻勢就有了 港聯 但沒辦法是有入球 追回一球球就變得好 士氣又不同了 這個球似乎踢腳 馬菲茲的機會被菲蘭迪斯踢到 踢一下 踢一下 球證是吹發菲蘭迪斯 看看 這球可以硬到 那些鞋粒是踩到鞋竿那裡 球證是吹罰之下 現在罰球由貝利準備主踢 斬到中路 高大哥太多了 這個菲茲特怎麼樣 將我幫你踢回來中間 又是貝利 先控下球 右邊是小鬼 不是啦 斬過來這邊 譚伯茲走了過來 解圍沒有遠 落回到菲茲特的腳 左腳很純粹的菲茲特 是否嘗試落底線呢 對了 出啦 唉 出了為這邊 好東西 譚伯茲努力把球倒進去中間 但是機師變成神器 一頭解圍 小鬼拿著那個球 幾乎脫腳了 現在最後拿回 出啦 左腳出啦 對啦 左腳出來這邊 看這個肺位 頂不了 對方頂到先了 好球 好 接著見到艾基倫一跳就跳過了 這個鍾仔 現在呢就連跳 連跳和帶就帶了打橫成過球場的了 卡神回來追他 一打過了 好體力 五六波亦都捂得很聰明 好 今次呢 扯回來這邊先 仍然有 法蘭迪斯呢 追回頭拿回到這個球 接著呢 猜到中間 艾基倫 哇 轉到方向有機會 右手邊沒有了 現在18號的湯臣 果然撥一腳轉過來右手邊 看看這個布欣又怎樣 布欣上去 吳振聰不讓他去 終於吳振聰轉身 可惜這個球看出橫邊 那是界外球來的 這個球還是客軍的界外球 下半場打了二十分鐘了 還是上半場的紀錄 港隊仍然輸兩球球0比2 但是形勢改變了 現在港聯隊打得很主動 就是說他們很有決心追回 貝基倫 始終叫來叫去 叫來叫左腳再踢出去 被丹麥截到 還是丹麥球員拿到的球 拖慢一點 這個球單對單的危險 好處… 這樣應該割球了 這個危險鏡頭出現幾乎3比0 大家看到六個球員 這個廢達力臣 幸好麥麗的手碰到一點點而已 不碰到就這樣先的了 3比0 不碰不到 現在仍然是兩球 丹麥領先進兩球 丹麥 第二次用我們在龍門柱上面的 光莊的設計機 看看那個佈防的情況 麥麗看到了 不適中的手 尾柱 綺燕 銀尼頂到 這個球射得漂亮嗎 勁就勁勁 是 這是機師的電神 機師的電神 就是格局之前有個 遠射成四二十碼的 那個玻璃射得挺漂亮 這次就是騎得差一點 麥麗擺定球門球 丹麥有些球員在後面移身 或者換人都未頂 出了一場 港聯的一場外球 大家打到這段時間 港聯都開始 都覺得他們沒有放棄 有沒有誤會 丹麥有誤會 卡神拿回馬菲士 送過左邊菲偉特 五球 給丹麥球員二號 布欣剷了 貝利 下衝 左手邊的吳震聰 地球撿給譚佩士 不錯 帶出來 譚佩士回回給貝利 看情況 想射嗎 地球馬上散出來 貝利再去搶 彈過來右手邊 張智德的腳下 這個球落點 看看是誰 彈佩士軟柱 始終這高球 我想這十七號 聶帕真的很厲害 還加上三號 就是利夫力神 扣過一個 再下底線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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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說 他也是左腳單提 他扣得這麼漂亮 進入中間的時候 球就在右腳那裡 球在右腳那裡 他要做多一次功夫 就說再用假聲 跨左腳落底線 這次老實說 你做得兩次同樣的動作 重複的動作 你以為別人傻的嗎 別人經驗豐富的球員 一定會抓到你這路 結果剛才那個球的結果就是這樣 出埋底線 給丹麥 現在丹麥仍然還是領先兩球 看見又換人 看來 古典權就是 麥伯蘭 麥伯蘭已經在脫下他的運動長褲 臨危壽命 看看換誰 古典騙你和他談了一大禮 看看變陣之後情況會如何 也對 現在兩球加強的攻擊力 就換了麥伯蘭進來 如果不是 因為這些賽事只是淘汰賽 你輸一球就輸 輸十球都是輸的 所以看來要再加強攻擊力 其實今天港聯不是說表現得弱 不過問題後方是有失誤的 好了 這個球也是給過來贊臣 拿到贊臣 今天看得比較沉一點 看看如何現在折下來 在這個球 顧鵬規後面就是犯規 將6號的費達力神勾跌了 球證就吹了 看得慢鏡 一擺下來的時候 顧鵬規後面直接刀腳尾 整個是掉在這裡 現在這個佛球擺定 那邊就看到好像舉了 預備的牌 換格拉咸都不頂 看看待會換的情況才知道 艾基倫這個球員 有腳頭的 這些球他分分鐘可以自己扯 如果他有板斧的話 但是中間也都捕了很多人在這裡 定狗贊臣 贊臣 贊臣斬過去 但是被快惠特回來 後面有個布欣 布欣立即撕射 這個球位一射彈過來 麥麗已經看著球 所以沒辦法 這個布欣後防球員 28歲 年齡平均看 這對球來說算比較大 是老大哥 仍然是布欣拿回球 快惠特 快就不夠快了 現在才逼得過去 逼著這個布欣 立暖把球捉前 這個球應該是龍門球 我看到這個中圈已經開始 有人換人了 霍奈特先慢慢走 沒錯了 他的8號牌在這裡 看到11號的麥柏蘭 入低格拉咸 以一個法逆通的球員 換體一個法逆通的球員 今天格拉咸的表現 就不夠第一場 不表現得那麼好 但是今天由於受制於對方 其實丹麥隊可以說到 是陰地陰地的來的 好 先看球 中間頂下來 幸好顧琳輝又一腳關上 麥柏蘭出來 躲在人後面 頂不到球 被對方的大腳撐出來 這次是阿聰回來頂一下 再給菲蘭迪斯 然後給後面 菲蘭迪斯和艾基倫 眉兩眼去 仍然是菲蘭迪斯 在右手邊 一直推過來 背離過來 給他通坑拳 不過中間有個小鬼 把球包起來 卡臣 向前面 麥柏蘭 扣一扣 得住 給後面 沒錯 給到卡臣 卡臣再看一看 好 剛才兩個擲位 這個球已經好 也是文尼匯豐 給卡臣 但是總之 麥柏蘭可能熱身不夠 那球一來 就一彈 那球就彈出去了 麥柏蘭 就在右手邊的攻擊球員 這球一來的 那麥柏蘭 很多時候見他 就鼓鼓滑滑的 可能矮仔多 人不是高 外援更加算矮 好了 看回這個 丹麥隊 讚神拿定 一掛掛 文尼在這裏 然後打 鼓鼓滑滑 這個鼓鼓滑又失位 但是幸好球仍然落下 這個球射過來 沒有了 麥麗 搞氣氛 這個廢達力神 那球射過來 不是很厲害 也不是很角度 甚至不可能出界 但是麥麗 也要演戲 側身 摸個球 那麥柏蘭迪神 今天也是很勤力的球員 這個球員射球 次數也挺多 那麥虎利神 不夠騙 老修成老 然後整個麥柏蘭 這個麥虎利神 球證 立即給他一個黃牌 這個黃牌也是給得對的 因為當時麥柏蘭在前面 掛著位置 看著球 掛著位置 他自己是錯過了球 老修成老 轉身這樣翻腳踢下去 這一下也挺映像的 這個球員很頭緒 這些打氣格 一個… 一個… 黃牌 好,球送過來 中間很高 但是不怕何自頂到 壓著在邊線上 麥麗士跟對方的湯姆神鬥壓 但是球較早前 就能夠何自頂到 所以球是角球 香港也有角球 今天看球的球迷 就開始… 現在看香港的打氣了 看到龍門後面 白手掌 還有落後一 還有落後兩球 如果香港追回球 雙方的球準 更加刺眼 球開始看 中間有沒有人頂到 頂到白衫的球員 但是貝利射 這個球射出界了 貝利這個球 看著球從高而落 對方球員一邊散 他就起腳 但可惜這個球射出來了 看看這個球 卡神都開出來 中間就被白衫 丹麥隊的守衛 頂到高 貝利衝過來看 球原來吃中腳面 扯西扯出來了 再用這個角度 看看球 硬中腳面 扯了過去龍門的左手 出界了 比賽是繼續進行 更加下半場的賽事 現在還有大概十七分鐘打完 河瑞波就很快就會產生冠軍 尼夫迪神勾回給 九號的是贊臣 贊臣再頂回給 六號的 費達力臣 麥帕蘭 送過左手邊的吳振聰 吳振聰拿到了 好了 按給馬菲士 馬菲士帶出來 就慢了一點點 再送回又是麥帕蘭 麥帕蘭閃身過 左腳射 但是散了自己人 不要緊 再鬥過來這邊 一定是小鬼 張志德 張志德 張志德不斬過去 斬過去 斬過去後面 給貝利 貝利落點也一般 但不要緊 那球出來了 他有機會再踢過 丹麥有個球員走到場邊 看看 又是眼角有些問題 棉花染了血 我們每次做其他事的時候 立即是丹麥有一個 埋門的機會 機師電神來的 機師電神 眼角爆了 現在走到場邊 暫時撤下火線 那邊港聯的球員 不理他了 繼續進攻 最重要是 立刻追回一球 這是當前首要的任務 看來 譚麥帕蘭這下 是把球繞不到進來 丹麥隊立即換人 正在贏兩球 以8號的球員 來路臣入替 12號的基師電神 基師電神不是傷的 他的眼角爆了 好 尼夫·迪森 手榴彈 扔回上前 出回 港聯的球員 頂出界 今天丹麥的後防 已經很穩健 尤其是高空球 幾乎每一次 斬上的高空球 都是可以的 他們全部都清光出來 艾基麟 好 禁拘頂 看看費達力神怎樣 不行 按過來不行 但是卡神這個球 不知道他怎樣做 可能那個球彈起 就高過頭 他就頂不到 艾基麟 過了馬菲氏 再回給艾基麟 這次這個射門 就差勁一些 出界 球門球 麥麗也非常之心急 不用等 撿球仔去撿球 我們鏡頭跟著 艾基麟的時候 麥麗已經撿球回來 在場的八千多個 香港的球迷 也都認為 這個時間值得 向港聯的球員支持 因為他們 心目中認為 如果再這樣主動一點 搶攻下去 應該有機會出一球 這個球又失去了 顧錦輝 過了文尼 勾不跌 最後就是 好想勉強捉球 沒有力量 6號的就是 輝達力辰 沒有力量 扣過文尼 照計 有很多機會 可以射成3比0 放回 正的桌子 然後 撿球 沒力量 文尼 剛才的球 落地的時候 跟對方的球員 拉拉 他可能膝蓋 或腳眼的問題 對 由於古靈團 本身都是 發育通的教練 他看到文尼受傷 都多兩分擔心 可以這樣說 還有你 大哥瑜 老實說 踢這些太空球 何歲波 每一個球員 受傷的機會 是均等的 除非你不出場 出場的時候 你除非不拼 一拼到的時候 大家都有機會受傷 照這樣的情況看 畫面看起來 似乎挺嚴重 因為 照計沒有問題 好像想走出來 那些性弱案 這樣就沒事了 這樣就沒事了 就是說 還是小小事 可能 打橫殺過 落地的時候 咬咬柴 沒錯 腳眼那邊咬少少 扔回去 應該沒事的 在一輪掌聲之下 文尼 站起來 自己搓一下 文尼今天打得算不錯 還有一件事 阿叔 他其實這個位置 剛才我摸他的位置 他自己摸他的腳架的位置 其實他在早之前的 一個多兩個星期 他傷過的 他跟隊友 吳真聰在操練之中 就是大家撞 而傷過的肌肉 有一場比賽 他沒有踢 因為受傷 沒有踢的 好了 黃文偉 托著他的腰 想甚麼呢 沒甚麼辦法 真的沒甚麼辦法 兩球真的沒辦法 一球還有機會 好 看是怎樣 比賽下去 馬斐士被失了球 這個球給了對方的 尼路神 尼路神 側在前面 幸好 顧錦輝一頂 接著貝利再頂 頂回後面的文尼 文尼 踢完球 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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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突然中間 又被這個大隻佬的 蓮夫利神 先解圍 厲害 馬斐士拿到擺脫對方 接著給到右手邊 細鬼 細鬼再度給回到馬斐士 一個直線 衛在貝利 貝利也拿不到 這球進了禁區 對方的龍門拿到了 高智 丹麥的守護員 高智拿到 34分鐘了 即是說 還有11分鐘 會打完90分鐘的賽事 2比0 白衣 黑坤丹麥 兩球球 贏著紅衣 港聯 張智德拿到球 一比給他前面 麥帕蘭三口 一招 帶回後 最後球又撿回 細鬼 細鬼怎樣 拉過來中間 對 比過吳震聰那邊 比較空 聰仔拿到球 看看前面有沒有人 高球 又給不到 譚拔士 好 解圍下來 下回到貝利 貝利一比 給麥帕蘭 麥帕蘭 撿了 現在看了 撿下頭 轉兩下身 踢兩下腳 又射高了這個球 看來要平反敗局的機會 不是那麼高了 看麥帕蘭剛才射球的慢鏡 沒人轉得光 直接轉得光 半身 鑑操射 看看 背利一比給他 左腳一浪 轉不光 這個球也是掘高了 這個球 好 繼續比賽 吳震聰跳 哎呀 批皮橙批到後面 幸好顧錦輝一頂 吳震聰再搏一腳 把球先扔高了他 先看 霍惠特的左腳貼得很漂亮 一次貼下來 然後一彈 彈到前面 給了譚麥帕 譚麥帕 給了這個霍惠特 霍惠特 霍惠特又想過人了 給人了 是要自己去 搞錯了 這關怎麼過得這麼多過的 當然不肯早點放球 讓隊友來組織勝入散 真是勞氣 好了 現在卡神努力回來 可惜是給了對方的腳下 現在看到 這個贊神拿著球 看著看著 中間哪個空拒不去 扣到後面 先給了這個霍惠特 霍惠特 霍惠特 帶到中間 隊長的賀治拿著球 然後給錢 一個撞場 給賀治 一圈圈圈圈 用得住手 不怕的 這球對方只會省到腳 因此球證必定容許 就是手援援手 不是蓄意回傳 這些不屬於蓄意回傳 生球 麥禮就滾出去 禁區外面 然後踢 高波斬到前面 這裡 這邊都比布欣 現在布欣 不搞了 第一腳先清掉 他 吳振中心畫照 給了背臘 一彈彈前面 布欣左腳 座高了這個球 馬菲勢頂頂 給這個範圍 大家踢一天 又脫腳 接著聶柏再給寶欣 寶欣給了一手 從今次不下手 連腳就唯有沒有了 保住用腳踢 不敢揮一頭頂高了這個球 大隻佬的Thomson頂橫這個球 有兩球球在手的丹麥 現在比較推進的節奏都不是這麼快 慢慢來,控球在腳 不斷把球後傳一點 又後傳給寧虎利臣 比善,這一下你就失拖了 比了過來,最後贊成聰 頂回來,頂不到 世貴一撿起,立刻扣架外球 扣給貝利 貝利挖了高球給莫柏蘭 而且似乎手碰到球 正是看不到,拿過來給譚拔士 譚拔士,幸好你不是自己碰到 好,掃過來,吳振聰 從後蓋上來助攻 在那裡試射 射得挺棒的這個球 但對方的手高置很厲害 踏橫一步,看看吳振聰 就起左腳施射這個球 高置,踏橫一步就抱著 時間越來越少了 已經打到37分鐘了 下半場的37分鐘 客軍兩球球領先 看見現在是界外球 但是在丹麥方面又要求換人 祖衍聰站在那裡準備看贊神 不過賽事是繼續 所以現在暫時不能換得住 看完這邊,布欣偷了球 轉橫上去,比上前面 但是這個費達力神轉來轉來 還想薄牙球 球證,試過球仍然比了繼續 但沒有了,被人偷了 中間馬菲池,今次撞到後面 時間已經是38分鐘了 看來港聯這次 今年賀水球 拿到亞軍的機會就很大了 看看小鬼這個球 送上前面怎樣 這次蓮夫利晨已經包了個位 哎呀,譚麥士來到 他的球仍然以為還沒出界 原來不是 那球旁正就舉了出界 這邊,他的牌子換了6號 6號的費達力神 11號的祖謙信 他兩兄弟 一個米高祖謙信 一個馬田祖謙信 兩兄弟 但是現在只出了米高祖謙信 祖謙信就落出來了 但是還有幾分鐘的完場了 七、八分鐘左右 開了這個球 文尼得斗斗的球 大腳踢了進去 引來一陣的虛聲 文尼較早前 如都解釋過 他受傷的地方 是一球環 現在還看到他 是彎下腰摸摸摸摸摸摸 這隻腳的 贊神而被丟球 前面有球員過來認他 沒錯 這個就是後面入體的祖謙信 認他之後 給他大腳掛上去 文尼看著球下來 但是一批就批出界 仍然是丹麥隊的球 這個新進來的米高祖謙信 就很活躍 經常是老鼠仔 四圍走 當然了 剛剛進來而已 人家就踢了 接近百雷幾分鐘 龍門口 然後麥麥、顧金輝已經補好房間 街外球 艾基麟上來扔 看看球證叫賽事不要打開 因為有個球員裂掉了對蜜 球證叫他裂掉對蜜 先上去 艾基麟預備扔了 這個球 夠力量嗎 一般的 中間給你衛飛騰 但衛飛騰了 一點撻嬌 兩人一起起腳 祖謙信和費蘭迪斯一起起腳 文尼說養著手 這個球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這樣搞 給他兩人起腳 如果兩人不爭 隨便一個起腳就有了 立即縮回頭 港聯現在有十個球員入所禁區 只剩下一個麥伯蘭 吳塔伯斯也走回來了 十個球員就是這樣 這個球是角球來的 一開開來 6.1不錯 但沒有人停下 文尼唯有在這個位置撐高了一腳 一撐一撐過去 由左邊的角球轉了到右邊的角球 已經達到40分鐘了 相信港聯的球員打到目前為止 還沒辦法追到接近的紀錄 這場球輸面似乎是挺高的 但是還有五分鐘的賽事 麥麗站在這裡 這邊的角球開了 很多球迷都站出來的 馬菲士這個球迷就省中馬菲士 省中貝利 貝利一閘閘的球出了 又是再一次的角球 時間都是這樣浪費一下的 有部份球迷已經站在欄杆邊 等著差不多時間 立即球正一吹雞可以走人 離場的 好 看不看這個球 這次很高出了 麥麗不敢出 一起跳起來 被人撐下來 中間扎回頭 後面有艾基倫射 今次射中貝利 不過這個球既然不射中 都可能會出界 這個球是騙了出去的 祖軟臣先拿回球 看不看中間沒有人 現在唯有探萬版 扔回後面給了賀治 賀治在開球圈吸收了 今次改變方向一個直線了 但是所有丹麥球員都縮了回頭 所以直線只是送給麥麗 這球很高 連呼利臣一撐下來 跟譚拔士不夠撐 不過幸好有人過來幫忙 接著贊神過來撐一撐 今球正出發 球正出發 球正就是追伐譚拔士 說贊神過來撐球的時候 用手掌 看看慢鏡 贊神過來幫忙 譚拔士用手掌計一計 這個沒有計 譚拔士今天很拚 但無奈 他供應舞 供應不足 根本沒有致命的機會 給他起腳 開球 很久頂開一個頭鎚 但整場都沒有機會 看他怎樣去攻門 因此現在港聯隊 還是沒有辦法有入球 相反丹麥已經有兩個入球 那高智 又是很整理一下的了 如下前 如下後 左下右 望很久 現在才捨得把球踢出來 一送出來 就彈了自己撐高的球 贊神撐高的球 再撐一撐的文利 仍然贊成拿回 給這個祖先神 吸定下腳了 看一看有隊友走 但是現在不給 現在才給這個費蘭迪斯 好厲害 費偉特回來 難道自劫 劫了那個球去 但沒用 仍然解圍不到 球落回贊神 後面的卡神就過來 但仍然送到球給布欣 但可惜球大力太 吳振聰就看著球 看著球出界 贊神剛才的球亡亂當中 因為有卡神過來逼他 所以才踢得這麼厲害 麥麗又招牌貨 放下球 拖拖拖拖拖拖 拖出去 球員一路散 他就大腳了 看看這個球 腳頭怎樣 剛剛去到對方的中場戰附近 但是這個球 彈佛士頂出去 看看球證怎樣判 球證就判這個 港聯隊 這個丹麥隊的間外球 港聯還以為自己的球 所以譚麥士衝了前面 其實這個球應該是丹麥隊 是過了龍門 撞到後面的廣告板 是彈出來的 不過射得很厲害 這個球射得很厲害 這個球是曲墜下去的 再看一次 大家不要以為卡神 是有意留 不是特地 就是拿不到球 可能小鬼在後面出聲 變成他順勢 就漏了給小鬼 是魔力抽射 郭錦輝拿到 捉回前 走拔四 回到馬飛士 馬飛士 這個球不能用手 不過不要緊 有很多時間 大家看到螢角幕 左手邊上角 還有大概40秒左右 這個是法定的時間 保持的時間 我們還未計算在內 頭鎚真的沒有好處 差不多輸了 祖先信解圍 吳振聰控到 扣過一個 斜傳給馬飛士 麥柏蘭 麥柏蘭換給隊友 這個是張志德 再按回卡神 可以轉身 沒有人 貝利 射球 有機會 有機會 不接觸 不射了 所以九哥是高球 高球真的沒有了 高球沒有了 唯有拿到角球 還不是 因為沒有紅衣球員 不是白衣球員 碰到球是出界的 已經是時間了 球證是保持 這個是球門球 即是說 今年的賀碎波 甲蘇聯的賀碎波 已經差不多產生了名次 等時間過 冠軍是丹麥隊 亞軍是港聯 貴軍是羅馬利亞 美國是得電軍的 百難押過 但是身材不夠 是 尼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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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晨 尼夫 尼夫 押過了 可以等龍門出來 拿到球 去掉 底部 相當中 他可以倒数 晃 巴 injury 民主 好 各球都不用開了 丹麥的2比0擊敗了黨聯隊 奪得今屆賀瑞波的足球邀請賽的冠軍 講述這場賽事2比0 有很多機會 兩至三個機會 他們可以增加到3比0 講述這場賽事 比賽結束之後 雙方球員也在場中間交換球衣 阿叔 你和家庭觀眾做一個簡短的總結 事實上 今天丹麥非常合理 和第一場的表現完全是兩回事 可能打過一場球之後 適應氣候和場地等等 事實上丹麥這場球 他們贏得很合理 而港聯的表現令人失望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 何歲波邀請賽的獎盃 應該大那隻就是冠軍 小一點那隻就是亞軍 現在雙方球員交換了球衣 準備領獎了 這場球員 講述今天他們上半場 防守的中路 似乎露出了幾大的破綻 在這裏 尤以問利和顧錦輝 似乎的默契不足 所輸上半場球 都在中路被人突入了 兩個經常都是平排棋 沒有一個前一個後 做一下包抄的工作 譬如邪線棋應該做到包抄的 第一個球 小鬼都已經包起來了 來不及挽救這個球 給對方的基斯電神石 第二個球 法蘭迪斯也是在中路的滲入 射成2比0 即是說 這場球 港聯的防守 似乎在中路方面出現了很大的漏洞 導致上半場輸兩個球 下半場 雖然一開始比賽 他們是傾力反撲 佔盡很多攻勢 但仍然沒有辦法撕破對方的防守 事實上 丹麥隊今天的防守很穩健 尤其是 港聯高空的防守不行 現在頒獎 陳如禽女士頒獎給美國隊 美國隊的守門員李奧林 道理 這位第一場撞爆眼角的中場球員 在今天的頭場賽事 他亦因為被和馬來的球員 從後攔截 而受了傷 打不足全場 接著又是贊助商的總裁 和總經理韋世蓮先生 第二頒獎 這次他頒獲得貴軍的羅馬尼亞隊的代表 領獎是好波之仁 這位8號的杜米迪斯古 剛才看我們的半場的精華 就看看他在第一場賽事裡面 個人連過四個美國隊的後衛 再過龍門 打開紀錄那一球 而事實上 他個人包辦羅馬尼亞 這場賽事的兩個人 貴軍輪到港聯的隊長 好 謝謝 謝謝 不用了 不用了 一個大獎 好 這就是冠軍獎盃 這就是今年的甲殊聯 賀水足球邀請賽的獎盃 這個獎盃是來自歐洲方面的丹麥隊的手裡 丹麥隊其實以四支賀水球球隊來說 他的實力不是最強 實力最強 其實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羅馬尼亞實力最強 可惜他第一場實驗 輸了給港聯就沒得說 唯有爭第三 丹麥 無可說明有叔 這場比賽的演出 比年初更好 沒錯 現在他們的隊長 賀志就是領長 換了球衣 也有贊助商的總裁總經理 是韋世年先生頒獎的 丹麥總算報分去界的 這個賀水球一戰之實 輸給港聯 輸給港聯 一比五 大大可 輸給一比五 這樣就是今年報仇了 老實說 今年這支球隊實力也比去年 那支是21歲以下的青年軍 成熟很多 他們球員的技術 比去年那隊21歲以下青年軍的技術 成熟很多 因此總括來說 他們拿到今屆的賀水球 的感覺應該是十字名歸 鼓勵一下 隊長賀志 先吃一口獎杯 今年的賀水球 可以說是圓滿結束 說回票房方面 也是多謝各位 香港球迷的支持 兩場的賽事都出現 出現這個爆棚的情況 就是王國祥的8.500的觀眾 就完全是坐滿了 也是一個叫做很理想的收穫 家庭觀眾的數字來講 我們是沒有一個確實的數字 不過我們相信 如果計算廣東省沿岸的 收睇我們直播賽事的球迷 但是數目應該會絕對超過一千萬 看我看看貴賓值那裡 丹麥王子有沒有來看球呢 今天 丹麥王子其實也都在這兩天 是不斷跟自己的丹麥隊的球員打起的 結果呢 是 他們是 終於可以獲得這個冠軍了 那麼多年 丹麥隊也有參加香港的賀歲波 可以說一下今年的成績 最美滿 有些丹麥的支持者和僑民 是還未離開的 或者會不會輕不輕 說擾場一周這些東西呢 就未知 那肯定就要拍照留念了 這個贊助商送出的呢 就是獎金大家見到了 11萬7千元的獎金 很開心啊丹麥隊啊 去年又來過 今年又來過 同時呢 是贊助今次賽事呢 都是屬於丹麥的商品來的 可以說說他們一個 雙方面有一個很好的收穫 那港聯隊呢 今年呢 其實呢 也是第二場賽事的演出呢 就令我們呢 覺得有點失望 因為大家或者大家的期望 是比較高些 希望他能夠拿到這個冠軍 那現在這邊呢 就觀眾席這邊了 那很多觀眾呢 還未離場 看了頒獎典禮呢 才是離場的 那節目的時間呢 可能呢 還有少許時間 再次呢 提醒大家各位球迷了 因為今晚呢 有一場意大利波呢 我們會用人造衛星的轉播 那這一場呢 就是森多利亞對柏爾瑪聯賽的大戰 那播出的時間呢 就會在今晚的最後新聞之後呢 那確實的時間呢 現在呢 我一時就說不出 但是呢 大家看完最後新聞呢 就差不多了 11點40分左右呢 大家呢 就坐定在電視機前呢 就差不多了 就可能呢 一兩分鐘的相差就不知道了 那就好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又回到旺角足球場了 在我身邊 香港聯賽選手隊的教練 王文偉先生 阿斐哥 今天呢 就開賽之前呢 一般都認為香港聯賽選手隊 有機會贏這一場球 賽前的部署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大家都是以他第一場作為藍本 以來他就是丹麥隊比較頑 但是相反來說 今天因為天氣又轉涼 而且人家這場是決賽的賽事來的 大家都很集中 而且我們的部署呢 都是知道他的後衛的身形比較高大些 我們都是盡量 就是排陣方面 希望用多些邊線的球員 但環顧我們選出來的球員 邊線的球員就有限了 比如基寶啊 和那個費偉特 但是我們明知道 這輪的狀態都不是那麼好 我們都要下他 但是因為人家的後防球員的身形比較高 但是我們仍然想利用多些邊線 所以強行都要下機寶 所以就是表現都不是那麼理想 在上半場我們很不幸 亦都是很意外的 輸了兩球 半場中間那段時間裡面 香港隊又作了些什麼的部署 去意圖挽回這個敗局 失兩球之後 我們那個勢都認真都是很劣的 因為人家的防線縮小一點 收縮了 變成後衛的身材高大 變成我們很難發揮 剛才我們也說過 就是小邊線球員 但相反來說 我們看間中的球員 起碼都沒有一個 可以頂得贏別人的後防球員 所以這就註定失敗了 好了 現在在我旁邊就是世貴 世貴剛才看的片段 香港都很快 港聯很快就輸球 根本這個中路似乎有點漏洞 可能開頭的時候 我們看過上場打法 這場球應該不同的 但是可能開始的時候比較疏忽 我覺得中間還是空了一點 變成被打了兩下撞場 很漂亮 就輸兩球球 整場球我們就是輸兩球球 其次之後他也防守多過進攻 我們輸兩球球 當然要打多些進攻 但是這場球無話可說 這樣輸 半場已經落入兩球 教練中間的部署是怎樣安排呢 我想都是打進攻多過防守 因為你已經輸球了 現在還要注重防守 我想還會輸 著重了進攻 我們搶回很多攻勢 下半場 但沒辦法入球 因為他們後防的身材實在很高大 而且他們今天也打出他們本身的水準 謝謝各位 其實今天這場球 我們香港的球迷根本 一早都支持這個港聯 事實實有些令香港球迷失望 那你自己個人怎樣 我們做球員可以落到場 盡力地打盡 我們希望讓球迷看 好 謝謝你 各位球迷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但不要忘記今晚11時40分 我們將會在翡翠彤和大家直播意大利足球 今晚再見 拜拜